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感言、新颖、望眼看世界、展望新中华 神秘!中国边境成立多间特别授权银行、美政智力侦测 最新消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辖区调整 习近平希望谁当选?美情报机构,中共不偏好川普或拜登任一人 中共幕后操作失败,这两国公然站队欧盟 这一次,马英九要不要相信习近平?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副频道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五 我们通常能够在视频发布后一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C按钮,即可打开字幕 请大家多多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 让我们的亲朋好友得到最新的内幕资讯 做出正确选择,在乱世中自保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神秘 中国边境成立多间特别授权银行、美政智力侦测 美国上周公布最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 包括俄国在中国唯一的银行分行 试图切断俄国对外金融交易渠道 但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在俄国总统普丁上月的访问中国行程之后 以确保中俄两国仍有其他有支付选项 路透报道,自普丁访问中国以来 在中国东北边境成立了多间特别授权银行 允许俄国企业在中国银行开设非居民账户 这些分行全部由中国的小型银行营运 这些银行在西方国家的业务有限 甚至完全没有 以减少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利用这种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银行进行交易 能暂时避开美国的制裁 也反映中俄需以更加复杂的步骤 以免遭美方察觉 而选址于边境地区 则有助于代表俄国企业的中间人 更易于往来两国交易 这种交易选项在俄罗斯外贸银行上海分行 遭美国制裁后变得更加重要 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俄贸易更为密切 去年全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 增至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据为就此报道回应 路透引述美国财政部官员说法 美方正致力侦测这些小型银行 以打击任何有助于俄军入侵乌克兰的金融交易 最新消息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辖区调整 根据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网 美国驻北京使馆的领事辖区出现调整 原由驻北京使馆负责的云南、贵州和内蒙古三个省市 已经分别移交给美国驻广州和沈阳总领事馆 使馆指出 美国公民可继续在任何方便前往的美国总领事馆 或美国大使馆申请护照、海外出生领事报告或公正服务 这些变化将为相关各省和领事馆带来新的机遇和更紧密的区域联系 2020年7月,美国政府单方面要求关闭中共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中共随后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关闭前的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领事辖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指出 当时关闭中共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原因是 川普政府发现其间谍活动极其猖獗 中共连夜烧文件,引发火警 美情报机构,中共不偏好川普或拜登任一人 美国总统大选将于11月举行 预料前总统川普和现任总统拜登将再次对决 彭博资讯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 中共对两位候选人没有明确偏好 美国官员指出,中共认为无论谁当选都不会对中共有利 相关评估显示,北京官员认为 即使近期中美高层会晤有所增加 两国关系的下滑趋势仍将持续 前外交官高志凯表示,拜登是冷战战士 而川普则可能对中国实施制裁和关税 中国驻美大使馆不评论美国内政 但有中国官员认为,川普上台可能削弱美与盟友的关系 对中国是机会 而拜登连任可能加强区域合作,抗衡中国 中共幕后,操作失败 这两国公然战队欧盟 6月中旬,在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之际 美欧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并给予乌克兰更多支持 在瑞士比尔根斯托克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 有100个国家代表和超过60国元首与会,中共拒绝参加 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公报,有80个国家签字 包括不少前苏联成员和原东欧共产国家 其中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选择让北京难堪 人民报报道,今年5月中旬,习近平出访法 匈、塞、三国 在中共看来,习对匈牙利、塞尔维亚的访问是成功的 大撒币让这两国尝到了甜头 那么,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助力中共,应该也不为过吧 比如俄乌战争问题上 但现实是什么呢? 现实却是,两国不仅参加了峰会 还签了字,明显打脸中俄 在峰会召开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曾爆出中共阻止一些国家出席会议 原本受邀的国家有160多个 但从会议的出席情况看 中共外交游说应该是出席国家减少的一个主因 尽管如此,两国最终还是支持了乌克兰 在瑞士峰会召开前 匈牙利因不遵守欧盟移民法而被处以两亿欧元罚款 显示出欧盟的警告 即不要与欧盟唱对台戏,为中俄站台 塞尔维亚则因未来加入欧盟的考虑 不敢与欧盟对抗 这大概就是在瑞士峰会上 匈牙利、塞尔维亚在联合公报上签字支持乌克兰的原因 这也证明中共幕后游说无效 中南海最高层五月访欧之举成果有限 这一次,马英九要不要相信习近平? 政客总是有把白话文说成外星语的特异能力 例如,赖清德说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连马英九都说过 但马英九说 不对不对 他说的是两岸互不隶属 不是两国互不隶属 这不能画上等号 台湾上报发表了总主笔陈嘉宏的文章说 马英九说的东西实在太难理解 更难自圆其说 所以,就连他的国民党同僚 都对他的言论都敬而远之 与马英九说的刚好相反 赖清德与民进党 应该最希望国民党内任何想参选总统的人 都出来捍卫马英九路线 那刚好把一个中国 一国两区的印记落在国民党身上 事实上 无论就国际社会风向 或国内政治的角度 两岸早已经不是国民党擅长的战场 只有马英九与翁晓菱 才会以为自己 现在还有那种呼风唤雨 定义两岸的能力 文章指出 首先 不管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或是两岸互不隶属 都是台湾现阶段的主流民意 没人有兴趣 听马办越说越模糊的说文解字 只要不被矮化为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人乐意用 包括中华民国的任何民意 与对岸互动 而为了不刺激对岸 包括现在的赖清德政府都不会去寻求法理上的台湾独立 以上所述 几乎已是八成以上台湾人的共同主张 其次 无论是两岸互不隶属或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都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 就如同延续自过去八年 蔡英文政府与赖清德政府也没有任何两岸论述上的断裂 第三 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抹成新两国论 将赖清德行诉成暴冲的两岸麻烦制造者能够离间台湾内部 这都是共产党所乐见的 文章最后说 就在蓝白阵营指控赖清德的新两国论导致两岸风声鹤唳之际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习近平曾对来访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称 美国试图诱骗中国攻击台湾但他不会上当 连习近平都这么说了 那一天到晚拿着两岸兵凶战威恐吓台湾人 却宣称就两岸关系而言 必须相信习近平的马英九 这次愿意相信习近平吗 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 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励都温暖并激励着我们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都有赞助链接 请大家多多支持 您的点赞转发和留言会让更多人受益 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也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